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来介绍一道 Nionia的甜品 那就是 椰糖西米露 布丁 准备的食补呢非常简单 来看看我们要准备的材料 5克的 Gula Malaga 1茶匙的盐 椰酱250ml 还有我们的 Sago西米露 500克 好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吧 我们现在先来煮一煮 我们的这个西米露 用1L的水 当水滚后呢 才放入我们的 西米露Sago下去 煮到它亮透 就可以了 用中火哦记得 煮到亮透 这样就可以捞上来了 倒掉多余的水 过后呢 用清水清洗清洗它 西米露呢 要用什么颜色都可以 看个人喜欢 OK 漂亮 现在呢 就将它放入碗内 压一压它 压整齐它 等一下拿出来的时候呢 就很漂亮啦 这道甜品呢 是Nonya的一道甜品来的 我吃了 真的是很好吃 很好吃的 好 现在压扁了过后呢 就放入冰箱 4个小时 现在我们来准备椰酱 250ml的椰酱 用中火热一热它 现在开始有点热了呢 我们才放入1茶匙的盐 和4汤匙的糖 摇一摇它 摇到它热就可以了 它的热呢 就会看到小小的泡泡上来 这样就可以关火了 放入一旁 备用 好 现在我们来准备我们的 咕噜摩拉克 用中火 倒入2汤匙的水 然后放入我们的椰糖下去 煮到它融为止就可以了 记得要用中小火 煮一煮摇一摇它 直到我们的这个椰糖呢 变像卡拉米尔这种 一拉上来的时候呢 看到一线一线这样的 这样就可以了 好 4个小时过去了 我们就来准备 从冰箱拿出来 我们准备的这个西米露 放入盘内 跟你讲 天气热热啊 这道甜品啊 非常非常适合的 好 倒下去 我们的这个椰酱 如果谁喜欢热呢 可以去热一热它 好了 过后就放入我们的这个 咕噜摩拉克 椰糖 哇 颜色漂亮到 来来吃吃看 好不好吃 它的味道呢 会甜 甜的是跟着自己喜欢 如果还要更甜的话呢 可以自己加那个糖 可是 骨勒摩拉克的糖呢 都已经够香过好吃了 所以说这一个食补呢 这个甜度是刚刚好的 哇 哇 看椰糖像卡拉米尔 这种 嗯 凉凉凉的好吃到 吃的人也肥肥的 幸福到 哇 再淋上去啊 你看它 椰糖卡拉米尔 哇 马上跟你讲 一定要是这一道甜品 好吧 如果喜欢我这个视频呢 记得帮我按个like 一个share 一个subscribe 下一集再见哟 bye by bwd6 by bwd6